今天我們來講一個有趣的議題 叫做Caitlin Number 那Caitlin Number 各位應該學過很多Number吧 像Fibonacci Number 還有學過什麼1等2.718281828 不過那個只是單一的數字 還有學過π等3.1415926 那Caitlin Number 它有一個地回式子 像Fibonacci Number 一樣它有一個地回式 但這地回式子所產生的數字在很多地方都會看到 所以我們特別給它一個名稱叫Caitlin Number 那Caitlin Number 是在19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Belgian Mathematician 就是比利時的一位數學家 叫做這個名字Eugène什麼什麼東西 但它的last name叫Caitlin 它所發現的一個有趣的數字 但事實上最近人家才發覺說 在清代有一個數學學家叫明安土 若我沒記錯是一個蒙古籍的數學家 在他的數學書一個數學的文章裡面 就已經提到這種技術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 遠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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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 包含我們後面講的Stack-sortable permutation 叫Deck-wall,叫Full-binatry等等都會出現 我們來看看這個Cat-end number是怎麼樣在這些問題出現 所以第一個問題叫Stack-sortable permutation 假設有一個Stack在這裡 然後你開始送進去 你有一連串數字 1、2、3送到N 你可以把它送進去2出來 你也可以丟兩個 1、2丟進去3跳出來 然後再送幾樣東西 最後2、1、1、2再跳出來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方式送進去出來 那請問你 那總共有出來的不同的Sequence總共有幾種 這個問題叫Stack-sortable permutation 你可以想像如果送一個進去 那只有一種 對不對 N等於1的時候 一個進去就出來 N等於2的時候也兩種 你把1、2送進去 1進去 1就出來 2進去 2就出來 所以如果N等於2的時候 你可以出現1、2或2、1 就有兩種可能 那N等於3的時候呢 會有五種可能 五種可能 那我就不寫了 各位可以試看看 送進去出來 等等 然後做一些Combination 最後五種可能 那問題來了 那我就直接問你說 那請問 這樣的方式 假設我用CN來代表 有N個Sequence 有一個Sequence長度是N 那有幾種方式 有幾種可能 最後產生的這樣的 permutation 那這個問題呢 它有一個D回式 D回式 D回式在這裡 D回式是有點複雜 有點複雜不是說 它觀念複雜 而是你要解這個D回式複雜 那怎麼樣解這個D回式呢 你可以想像 你先看 1出現的位置在哪裡 如果1出現位置 那它這裡是寫N-1 好吧 我們就把它寫從N 到N加1 抱歉是N加1 總共N加1個數字 那我可以依照 1所出現的數字 來 把它的情況 把它列舉出來 所以呢 譬如說 1如果出現在第一個位置 丟進去之後 1出現在第一個位置 那就是1進去 就把它踢出來了 所以 1是在第一個位置 然後後面還有一對東西 後面就是2345到N加1 最後形成的結果 那1可不可能出現在第二個位置 第二個位置 也可能啊 就是1丟進去 2丟進去 2就吐出來了 2在這裡 1在這裡 那後面也一連串東西 這是1在第二個數字 那1可不可能在第三個數字 也可能啊 我1進去 然後剩下23 23你就隨便排列 看怎麼樣 但23要先吐出來啊 所以這邊 1在這裡 那這邊就可能出現 23或者是32 那這邊是其他種可能 那同樣的 1會不會出現在第四種位置 1出現在第四種位置 那前面就有一串 這一串呢 是 1 2 3是經過stake 所得到的結果 那這剩下的東西 所得到的結果 所以你看1可以在第一個位置 第二個位置 第三個位置 第四個位置 那把這幾種可能 全部把它加起來 1如果出現在第一個位置 表示左邊沒有任何可以排列 所以我就出現 C0 只能讓C N 因為左邊是0 沒有東西 右邊還有N個位數 C如果出現在第二個位置呢 我就出現 C1 只能讓CN-1 因為 C1當然只有1 因為它只有一種方式 只有2 會出現在這裡 但C6出現在第三個位置的時候呢 前面就有兩個數字 所以這兩個數字 經由這個stake permutation 會有幾種可能 會有兩種可能 再乘上後面的N-1 抱歉N-2 這邊有N-2的數字 這邊有兩個數字 那同樣的 1出現在第三個位置 就是前面有三個數字 這邊有N-3的數字 所以加上C3 乘上C的N-3 就這樣移入下去 這就是我們的第回事 所以最後就得到 你把它整個加起來 就得到summation i等於0到Nci 乘上CN-i 這回事就完全看 1會發生在哪個位置 當然我隨便抓個1也可以 你說2會發生在哪個位置 出來結果也是一樣 或是10會發生在哪個位置 那出來的結果 也是一模一樣 你就想說 10會出現在第一個位置 什麼情況 出現在第二個位置 什麼情況 然後最後得到數 的數值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就是我們第一回事 那這就是我們C3 number 它的地回事的定義 但這個地回事 請問你要怎麼解啊 會不會覺得很複雜 各位現在也在修離散的請舉手 有好久也在修離散 這邊我不知道離散也有可能會交到 那如果你經由假設 我們後面會講一些解法 有些解法很複雜 有些解法很簡單 那不管怎樣 你解到最後結果就變成這樣 CN會等於2N取N的組合 減掉2N取N加1的組合 你再把它劃減一下 那這樣方式就有各式各樣證明的方法 一種方式你可以Proof by Generating Function 那Generating Function 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方法 並不是建成是一個好方法 但有時候沒辦法 也只能用這種方法來解 但是我們後面會再提到 有些更簡單的方法 我再說明一遍 就是C3等於5 表示N等於3的時候 有1 2 3 3個數字 丟到Stack再出來只有5種可能 那到底是少掉哪一種 原來如果 它各式各樣的Permutation 就是有3階層 會有6個不同的Sequence 那我們來看看 這裡一張空白的數字 比如說N等於3的時候 所有的All permutation 1 2 3 1 3 2 2 1 3 2 3 1 3 1 2 3 2 1 就只有6種可能 看看哪一種是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第一種是1 2 3 就是1進去1出來 2進去2出來 3進去3出來 所以這是OK的 然後1 3 2呢 就是1進去1出來 然後2進去壓在那裡 3進來3出來2出來 所以這是OK的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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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進去2進去2出來2出來3 3進去3出來然後1出來2 3 1也是可以可以的 然後3 1 2呢 就是你就變成3 1 2其實就是3要先出來嘛 所以1 2 3都要進去 所以你會發生1 2 3 1 2 3都進去 然後3先出來3跳出來沒問題 接著你要1出來啊 他出得來嗎 他出不來 因為他被2給壓住了 所以這個是不會發生的 不可能出現3 1 2 的結果 那3 2 1那也是可以 3 2 1就是1 2 3進去 然後一個一個再把它拉出來 就出現3 2 1 所以呢這邊 所以我們才會說C3會得5 因為只有5 這裡面只有5種可能會發生 那這種是不可能發生的 因為他順序就被顛倒過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了解 那剛剛同學還有提到說 這個式子 不是很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我再很快的講一遍 就是假設 因為這邊是從寫N加1嘛 所以我們就改成用N加1來看 用N加1來看呢 就是 進到這個Stack裡面呢 有1 2 3 總共N加1個位數 N加1個數字 到N加1 這是3 那我們假設Output 就看1的位置擺哪裡 1的位置擺第一個 1的位置擺第二個 1的位置擺第三個 就會代表把它分成幾種情況 那如果1的位置擺第一個 這是1在這裡 那剩下這一串 N個數字在這裡 那1個位置擺第二個 1在這裡 那這邊呢 這邊呢也有一個數字 事實上就是2 2在這裡 那這邊有 N-1個 1的位置擺第三個 1擺這裡 那這邊就兩個數字 這邊N-2 兩個數字 我這邊應該寫 如果光寫數字的個數的話 這邊要寫1 表示個數是1 那1的位置擺 第四個 這邊就有三個 這邊有N-3 依此類推嘛 到最後1擺最後一個的時候 那這邊有多少個 這邊有N-1個 所以依照1的位數擺不同的地方 它就有不同的情況 而且這些情況都是is joint 在第一類情況 不會跟第二類情況 不會有交集 第二類跟第三類也不會有交集 所以碰到 第一種情況 就是C0乘上C的N-1 第二種情況 就是C1乘上C的N-1 那第三種情況 就是C2乘上C的N-2 那這個 第四個 C3乘上C的N-3 這樣一直乘下去 到最後這邊呢 變成CN 抱歉 這個是N才對 我們總共有N加一個數字 我剛剛講 總共有N加一個數字在這裡 那所以最後是CN乘上C0 所以把這些全部加起來 現在就得到我們前面講的 這個地位式子 這樣清楚嗎 因為1的位置一定是 1的位置在這裡 就有這幾種可能 1的位置在第二個位置 就有這幾種可能 他們都是互相 沒有共同的交集 所以就把它拆分成N種可能 所以這summation 就從0到N-1 抱歉 是有N加一種可能 因為N的位置 可能在第一個第二個 總共這邊 因為算的是N加1 所以1的位置 可以在第N加一個位置 所以總共1到N加1 或是0到N種可能 所以就得到結果是這個樣子 那這樣的一個式子 其實有點複雜 那如果你要把它 硬是要把它算出來 你可以用一個很快的方式算出來 我們待會兒講到 最後呢 答案就是 2N取N個組合 減掉2N取N加1個組合 那就等於2N取N 這除以N加1 這個算一下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取組合 以前我們都用C2N取N 我記得高中的時候 如果就算那個Combination 和Permutation 排列就是P 組合就是C 那意思是一樣的 只是這個C 容易跟這個C搞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用 其他有的數學家用的方式 就顯得這個樣子 就2N取N的組合 那 2N取N 就會等於2N的階層 所以N階層 N階層 各位記得吧 M取N 就是 M階層 除以 M-N 階層 再除以 N階層 這些公司應該也記得吧 好 那我們現在 接著來看看說 這樣的 Stake Permutation 同樣的方式會在哪些問題裡面發生 第一個問題就是 Binary Tree 在Binary Tree裡面 假設有N加一個Node 抱歉 是N加一個Leaf 有N加一個數字 那會有幾種Full Binary Tree 所以Full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Node 它Either有兩個True的 或是完全沒有True的 那其實跟前面的很接近 就是 你看 那 這邊呢 是如何加括號 假設有 四個 A B C D 要連乘起來 那你怎麼樣 有幾種不同的乘法 你可以A B C D 先乘A B 再乘C 再乘D 對應到就是這一顆Binary Tree 這邊是A B C D 有沒有 所以A按B先乘 再乘C再乘D 那這一顆呢 就是A乘上B C乘上D 有沒有B按C相乘 刮在這邊相乘了 然後再乘A再乘D 那你可以A B相乘 然後C D相乘 那這邊就是A B C D B C先乘起來 再乘D再乘A 那最後是從A B C D C按D相乘 再乘B 再乘A 那這個呢 最後的結果呢 也會產生一個Catelan Number 總共有幾個 給你說這個 Leaf Node 總共有 一二三四 有四個Leaf Node 那 是N加一個Leaf Node 所以這邊可以得到 C3也是等於5 那這時候N加1等於4 N加1在這也是等於4 所以N等於3 所以我這邊寫的是3 那剛好呢 它跟我們前面的算法呢 剛好 如果你這邊呢 如果不寫N加1寫N的時候呢 剛好跟前面會差一個1 那為什麼這個數字呢 跟前面很接近 跟我前面講的這個數字很接近 幾乎一模一樣 因為你可以想像 我假設有 今天假設 簡單講 一顆Tree 有沒有 一顆Tree 假設這邊總共有 N個Node 好了 我假設N個Node 好了 我假設N加一個Node 好了 這樣子 那你可以左邊分一塊 那它的各式各樣的combination 就等於這兩塊的結果相乘 有沒有 就跟我們前面的 這邊的算式 完全一模一樣 就是一個Node 一個Tree 你可以翻左指數跟右指數 左指數可以是一個 可以是兩個 可以是三個 然後當左右再變的時候 但是加起來是要有一個固定的倉書 那最後你得到的recursive equation 就會類似這個樣子 所以這邊也會得到一個 這個 這個應該不能講 same 是simular simular recursion is the Kelet number 你要注意去算一下 它的N可能有差異的情況發生 但是它的recursive equation 最後出來是很接近 所以最後它也會產生一個Kelet number 那同樣的範例呢 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這個叫Dike Wars 我不知道是要唸Dike還是Dick 但是唸Dick比較難聽 所以我就把它唸Dike Dike War of Lens 2N 指的就是 我有一個字串 字串裡面有N個X和N個Y N個X和N個Y 它可以組合成各式各樣的字串 那不管怎麼樣 我的 我到任何一個地方一切下去 那Y的個數一定要大於等於X的個數 你看 那些新的seq 沒有其他項目有Y 比X 所以等於說任何一個地方切下去 抱歉我講錯 X的個數一定要大於等於Y 所以這樣的一個seq 你看當然等於3的時候就有這個機動可能 你可以把它看成什麼呢 凡是出現X 我就是要丟到Stick裡面 出現Y 我就是要pop up出來 所以在這裡就是丟三次 丟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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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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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出現一個seq 所以如果你依照剛剛的 譬如說有六個數字 這每一個方式都對應到 對應到一個 sequence 假設N等於 假設你sequence等於1 2 3 那這樣的一個sequence 丟丟丟吐吐吐 那就會得到 丟進去就是1 2 3 吐回來這邊 結果呢就變3 2 1 所以這個sequence 對應到的結果就是3 2 1 看得出來嗎 那同樣的這邊也是一樣 有沒有 我1 2 3 1丟進去 丟吐 這邊就產生一個1 出來了 然後就剩下2 3 2 3就是丟丟 2 3丟進去 吐吐 所以就出現3 2 就出來 所以對應到的seq 就是1 3了 這邊是3 2 1 這邊是1 3了 那這邊也是一樣 有沒有 1丟進去吐出來 碰到y就是要output 你記得碰到y就是要吐出來 所以y吐出來 然後2 2丟進去2 3丟進去3出來 所以這邊得到是1 2 3 那這個呢 我把它做一遍好了 這邊是1 2丟進去 然後吐出來變2 1 3丟進去3出來 所以這邊就變2 1 3 然後1 2丟進去 吐出來2 再把3丟進去 然後吐出來3 最後再把它最後一個吐出來 所以出現2 2 3 1 有沒有 所以這出現就1 2 3 4 5 5種可能 這樣看得出來嗎 那就是每一次 你丟和吐 丟就是x 吐就y 丟的個數呢 一定要大於等於y 你這樣東西吐出來 對不對 如果今天y 任何一點y的個數 比x還要多的話 那表示你吐到你的stack 已經沒有東西了 你還希望它吐東西 那就吐不出來了 那就不是一個合理的deck war 所以deck war就是在任何一點 比如說我這邊隨便一切 切到這裡 有沒有 x有3個 3個 x2個y 這是合理的 x的個數大於等於y 切到這裡也是一樣 有3個 有2個 3個x1個y 也是合理的 比如說我切到這裡 有3個x2個y 所以這個數量 不管你切在任何地方 你x的個數一定要大於等於y 這就是它的條件 這叫deck war 那同樣的方式呢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每一個deck war對應到一個 就2出來這個 它的sequence 特定的permutation 所以它的這種排列的數字呢 也是一個catheter number 因為你就是對應到Stick的 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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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1對1對應的關係 那同樣的方式你可以看到 好 那我可以把它看成是 就是刮糊的匹配 左刮糊就是丟東西進去 右刮糊就是吐出來 那我問你 左右 假設有3對刮糊 你把它做各式各樣的combination 請問合理的combination 成對出現 合理的combination 總共有幾種 那就是有5種 因為它一個一個對起來 對起來消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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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也對應到catheter number 所以你現在可以慢慢發覺 catheter number 在很多地方都會發生 很多地方 你要算它的個數 事實上用到就是catheter number 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再看 這個叫deck war 這個也很有趣 假設你去吃飯的時候 坐在圓桌上面 總共有6個人 6個人在這裡 坐在這裡 你開始要跟對方握手 開始握手 我跟你握手 跟你握手 假設一握手 然後但是 不交叉的情況下 總共有幾種可能 好像在這裡 這個總共有6個人嘛 就有5種可能 在這裡n是等於3 總共有2n個node 就只有這幾種可能 其他的握手方式 都會造成兩手交叉 那也是這樣 就是我剛剛講 c3等於5 就是在n等於3的時候 總共有5種可能 總共有5種可能 產生這個 這樣的握手的pattern 那這個跟k的nm又有什麼關係 一個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隨便繞 譬如說從這裡 開始這個table繞一圈 你碰到一個兩個 就是握手就是 也要h連起來 碰到第一次碰到那個h給他x 第二次給他y 所以就出現 這邊就是x y 第一次碰到就x x x y x y y 從這裡 從這裡 這樣繞一圈 那你就發覺 這就是我前面講的 就是deck war 就是你一定要x的個數 一定要大於等於y 不然的話就會出現交叉 所以這整個走出來就變成 x y x x y xy 變成這個樣子 那也類似 你在丟到steck裡面 你碰到這裡 x 你就丟一個數字到steck裡面去 然後碰到y 就把它拉出來 然後再丟進去 這個丟進去之後你就沒有拉它 因為你到這裡才會拉它 然後這裡再丟再拉出來 丟再拉出來 然後在這裡再把剛剛丟進去拉出來 那這樣的話就不會出現交叉的 情況 所以一個 在 這樣的就是 non crossing handshake pattern 它也出現一個 deck saw number 那但是這些問題你要把 A問題 map成B問題 它就必須有一個 1對1對應的關係 那像這樣子我繞一圈 就把它轉成一個 deck war 那我就知道這兩個問題其實是 本質是一樣的 那轉成代 war 我就知道說 s的個數一定要大於等於y 那就是等於是 經由steck所得到的結果 所以這幾個問題就完全變成 完全是所謂的equivalent 是同樣的問題 那這個是可以有圖形 你可以想像就可以畫出來 那前面呢 這個產生一個 Full binary tree 跟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steck sortable permutation 這兩個呢 這兩個呢 就比較沒辦法從 圖形的關係來看 而是從 方程式的關係來看 但是我記得 各位可以去查看 你怎麼樣把它 畫成一個形式 類似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 sortable permutation的結果 也可能做得到 但是最簡單的方式說 它的recursion 是跟我們的這邊 有沒有 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這個是 tree 方面的 哇 我們是由方程式來看 但是這些 另外其他這幾個圖形呢 就是 看著圖形 然後把它轉換成一種方式 轉換成字串的表現 那你就知道說 欸 它跟我們前面講的 steck sortable permutation 全是同一種問題 這不是蠻有趣的嗎 那 你覺得這樣的問題 有幾種 就有一位 MIT的數學教授 他寫了一本書 一本書 全部都在描述 可以的在number 那這樣的問題 他找到幾種問題 他找到一百多種問題 都跟這個 底層都是相同的 所以這是非常amazing的事情 就是居然有 有一百多種問題 都是跟kll number有關係 而且居然有一個人 這麼有時間 把他全部找出來 我想平常我們 人都是庸庸碌碌碌的 為了作業 為了考試 期中考期末考交報告 像我當老師一樣 為了國科會的計畫 帶學生做計畫 跟業界的報告 每天都周旋在很多人中間 但其實人有千百種 有的人就是 如果我也不要做計畫 我就專心做我的研究 這也是蠻不錯的人生 你每天就可以在追壺 旁邊走一走 看看鴨子在那邊 游來游去 看看水裡面的金鯉魚 看有幾隻巴西龜在曬太陽 然後就拿一張紙 拿一個筆 就可以開始算 kll number 你就可以算出各式各樣的東西出來了 你可以想像這些問題 根本不需要電腦 你就是用想的 那這些基本的東西 基本定理 其實對電腦科學影響非常大 就像我們下次會講的那個 shortest path 就在一個graph上面 從A點走到B點 請問最短距離是多少 當初發明這個方法的人 他是在20分鐘裡面想到 他跟他太太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那因為人很多他就說 好吧先買杯咖啡坐下來 就拿一張紙 拿著筆 就算一下 最短距離應該怎麼算 就20分鐘就把這個困難的問題解決掉 那演算法裡面 常常有這樣的範例 一個問題 懸在那邊懸了十幾年 不知道怎麼解 有人就想想 這樣就解出來了 所以鼓勵各位同學 常常多想想 有些問題就麻煩到腦袋裡面 如果說今天要去看個電影排隊 發覺要等個20分鐘 等個半個小時 就把這個問題從腦袋裡拿出來 只要一張紙 一支筆 你就可以想這類問題 其實還是蠻有趣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 non crossing handshake pattern 就是也是會出現catering number 再往下看 這類問題呢 就是叫latest path 在一個方塊 方格子上面 你要從這一點 走到這一點 假設這一點坐標是00 那這一點坐標是NN 假設你從00要走到NN 只能是往左或是往上 往左或是往上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跨越這條線 那請問你有幾種走法 那結果也是一樣啊 就是 你不要跨越那條線 一旦跨越 你可以想像 這邊走的是 往右邊走的 我用x來表示 往上面走 我用y來表示 所以往右邊走 就是xxx 往上面走 yyy 那一旦你一超過 譬如說今天走到這裡來 就表示有兩個x 三個y 這是不符合的 不符合我的規定 所以你只能在 右下半的三角形狀 所以呢 你就出現xy的sequence 總共它的長度 也是會出現2n 有n個x n個y 但是在這個sequence 任何一點切下去 x的個數 永遠要大於y 不然的話 它就超過對角線 所以像走法呢 像這裡 這裡是n等於4 所以這c4等於 這邊總共有44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cathetic number 因為你把它換算成 有沒有 像 譬如說我抓這個來看好了 這個就是x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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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右邊就是x上面是y 所以呢 對應到我的stack 就是丟進去 吐出來 丟進去 吐出來 丟進去 吐出來 所以也是一個合理的sequence 因為在任何一點 不會出現y的個數 大於x 所以這也是一個stack permutation的問題 那有的人這個問題呢 有的 你可以查看網路上有各式各樣的畫的方式 有的是畫的是說 只能在右下角走 所以就出現這樣的組 有的人說 好那我只能往左上角走 那當然這是對稱的嘛 所以結果也會一模一樣 那有人希望把它畫成一個好像在爬山一樣 就類似變成這個樣子 噴到x就爬 噴到y就降 所以爬爬爬 這樣這樣這樣爬這樣爬這樣 等等 但是呢永遠不能掉到下面 這是一個水平線在這裡 不能掉到下面 那請問有幾種可能 這又是一個cater number 你可以看 譬如說看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 x,y,x,x,y,x,y,y 所以就是 push,pop,push,push,push,pup,push,pup,pup 那也是這樣 你的數字丟進去 丟到stake裡面 經過這樣的operation 他就可以得到一個output 那總共有幾種不同output呢 就對應到幾種不同的字串 這樣的字串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這邊就是c4一樣 有14種 跟上面是1對1對應的關係 講到這裡你就覺得說 這個世界實在太神奇了 有這麼多種可能 都會變成cater number 那重要的是怎麼解 怎麼解 我們待會兒會來看看說 這個問題怎麼解 先看看還有一個 一個三角形 一個N 有N邊的多邊形 N港就是 有N site的polygon N邊的多邊形 那你怎麼樣把它 把它的頂點 拉出幾個三角形出來 然後這些 三角形的邊呢 永遠不交錯 那就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所以 所以 這邊是對應到 假設這邊有 N加2個Site 那它的個數呢 就會是cN 一個cater number 比如說這邊 大N等於5 那 我們不要看這個數字好 這個數字不要看 比如說 N加2等於5 那這邊就等於c3 c3 就總有5種可能 所以這邊就有5種可能 所以這邊就有5種可能 然後這邊c4 就有14種可能 那你問說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這個 我知道網路上有解答 而且網路上有解答 是用畫圖就看出來的 所以有些同學可以去看一下 那畫圖畫畫畫畫畫 就長出一顆tree出來 那這個tree就回應到說 我們會 這個畫三角形 會對應到幾顆不同的tree 那又是cater number 所以你說要學cater number 就無所不在 好 來解這個問題 你看到這個是不是會覺得頭很痛 這個就是 根據這個d回式子 我發現這個字有點小 不過反正也不必看得太清楚 反正就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根據這個d回式子 我們先想什麼叫generating function 就是我有一串數字 或是一個sequence 一個序列 那我可以把序列當成我的多項式的係數 假設我一個像這樣的序列 C0 C1 C2 一直下去 譬如到CN等等 那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多項式裡面 把這個係數把它放在多項式裡面 假設就是會有這樣的方程式出來 這就叫我的generating function 那根據我的generating function 我必須由它係數的關係 找出c要滿足怎麼樣的條件 那你會發覺 有沒有它的係數會有出現一個相乘的關係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呢 我就把c我對它進行平方 有沒有 我這邊就把它進行平方 一進行平方呢 有沒有這邊是C0 X0加C1X1加C2X5 一次加下去 另外一邊也是 那這樣一成的結果 就會產生這個東西 CN加1就出來了 所以你就再把它成到一個X 就會等於原先的C的X再加1 有沒有 就變出一個這麼簡單的一個方程式 那你要從這裡變到這裡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要有很有經驗 知道說這個generating function是它的係數 怎麼樣從前面的d回式 轉成這樣的方程式 那一旦轉過去剩下就比較簡單一點 也沒有簡單很多 是稍微簡單一點 你變成這樣一個函數之後呢 一個方程式之後 你直接去解 直接去解我的C 因為這是一個 一個 有沒有 你可以看的是 y平方 x 減y加1等於0 然後你就把y解出來 這是一個多項式 一個二次多項式 那解出來之後 你會發覺 y就是我們的C 我假設這個C 就是等於y 然後就可以這樣把它列出來 那接著C 就把它算出來後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也不好解 變成這個樣子之後呢 你如何把它轉化成這樣子 那這邊你就要用到 各位以前學過的什麼 泰勒展開式 什麼二相式定理把它展開來 所以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1加y開平方 等於你用二相式定理就把它展開來 那把這個是指 把這邊的y就是你的-4x 把它帶進來 帶進去減 最後經過了冗長的計算 最後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出來 這邊就是 等於summation C N 增長XN N 等於0到無窮大 所以這裡的CN 就等於 N 加1分之2N取N 這就是我們的Catlet number 覺得很複雜的請舉手 覺得不複雜的請舉手 我覺得蠻複雜的 然後 研究所我就考這一題 既然有人也做出來了 我看了我就 哇我真的跟他鼓掌一下 那可能前天晚上剛好再做這一題 第二天就考出來 但是其實我要考的不是這個東西 你真的做出來 我應該給你加分才對 但抱歉 這一題好像只有5分還是10分 那可以不這樣解 我們來看看一個 五秒鐘能看錯答案的方法 這就是演算法神奇的地方 有些問題你轉一個方向看 就這麼簡單而已啊 你幹嘛要經由這個generating function 繞了一大圈才能把它解出來呢 那當然 這樣的解法呢 是叫正規均的解法 任何問題 你給我一個 recurrent equation 這個樣子 那大部分我都可以把它利用 generating function來解 但中間有一些經驗 需要一些經驗 然後就可以把它解出來 所以這叫正規均 但其他方式呢 我們有用這個 叫做什麼 閃兵什麼什麼 呃 綠林好漢 他們就不是正規均 但綠林好漢不見得會打輸正規均 我在特殊的情況下 綠林好漢都有一身絕技 他們來看看綠林好漢的解法 那這個讓各位參考正規均的解法 綠林好漢的解法呢 就這樣就解決了 這樣到底怎麼解決呢 我們仔細看一下 假設呢 跟前面一樣 我們前面是用xy嘛 這邊一樣 我用0代表push 1代表pup 那當然01xy都只是一個符號而已 各位可以不用去管 我這邊把0換成xe換成y 也通通可以 那我們看N等於5的時候 一個legal的sequence 就是正常的sequence 就是可以丟 拉出來丟 拉出來 那就類似這個樣子 譬如說這個是push 丟進去拉出來 丟兩個拉一個 丟三個 拉一個 拉一個 再丟一個拉一個 總共這裡呢 有5個1 5個1s 有5個0s 5個05個1嘛 一定要5個05個1啊 因為數目一定要一樣啊 因為0代表丟嘛 1代表拉 所以數字要一樣 所以這個是沒問題的 所以在任何一點 0的數字都會大於1 在這裡 比如說我切這裡 有沒有 前面三個0一個1 我切這裡 有四個0兩個1 我切這裡 我切這裡 有四個0 四個1 所以 0的數字 永遠大於等於1 就滿足我們前面講的deck deck wall 就是丟的個數 一定要大於等於 拉出來的個數 他們在看 什麼情況下 它會壞掉 所以如果說你這樣 如果說我都不管01 所以各式各樣01的組合 總共會有2n取n個 2n取n 這個是所有可能 就是有n個1 n個0 各式各樣combination 有這麼多種可能 但是我們才看到 什麼情況下會壞掉 然後壞掉的個數到底有幾個 我怎麼樣把它算出來 那我只要把全部的個數 減掉壞的個數 也就解決了 對不對 這概念也是很簡單 那它做法呢 很神奇 這個我也想不到 所以呢 我們看一個 Illegal Sequence 壞掉的情況 所以我 丟進去 拉出來 丟進去 拉出來 拉出來 在這裡就死掉了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為什麼死掉 丟 拉 丟 拉 沒有東西喔 你下一個是1 你要拉東西 就死掉 拉不出東西出來 那所以 你能不能想像 到底什麼樣的sequence 會出現一定 裡面一定會有一個地方 出現1的個數比0還要多 你只要把這個Illegal的情況 找出來 就解決了 那一種做法呢 這也是很神奇的做法 就是一旦發生這裡 出了問題以後 把後面所有的東西 0變1 1變0 01100 我變成10011 把它變成這個樣子以後 你就會發覺 每一個壞掉的情況 都會對應到這樣的一個組合 它是一對一的關係 所以叫bijective 是一對一的關係 所以左邊的個數會等於右邊的個數 那我再說明清楚一點喔 就是 你這樣一路走 假設 你這邊 總共有2N個數 這邊總共有這個數字2N個 那你走到 D N加1 應該走到 2N加1的時候 就壞掉了 那走到2N加1壞掉呢 表示前面0有幾個呢 0有m個 1有m加1個 對 比如說在這個情況 m就等於1 所以前面有兩個0 然後有三個1 所以在m等於1的話 抱歉 應該是 這裡是2N加1 這應該有2N 1 2 3 4 5 所以這邊是第五個 所以再來是m是等於2 所以這邊是2N 然後1有三個 三個是2N加1 欸不對啊 我看這怎麼寫比較好 走到這裡是 好 走到這裡是2N加1 m是等於2 所以我這裡有 m個 0 這裡m4等於2 0有m個 然後1有m加1個 所以在這裡m2 所以有兩個0 有三個1 走到這裡 好 然後後面呢 因為m 所有的個數呢 總共有n個0 n個1嘛 所以我如果切開來 前面有m個0 m加1個1 那後面呢 那後面呢 0呢 0就應該有 n-m個1 就應該有 n-m-1個 對不對 在這裡 就是當我切開來那一剎啦 左邊有m個0 右邊有n-m個0 因為總共有n個0 然後左邊有m加1個1 右邊就有n-m-1個1 這樣沒有錯吧 那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我把它翻過來 把它顛倒過來 從後面所有數字呢 0變1 1變0 換句話講 這邊的數字呢 我的1 變成n-m個 0 變成n-m-1個 變成有這麼多個 那所以你一旦翻轉過來以後 你把這兩邊數字加起來 你就會發覺1有幾個呢 1有n-m 和m加1 所以變成n加1個 然後0有幾個呢 n-m-1 加上m個 所以是n-m-1個 所以整個在這個字串裡面 1的個數會比0 多兩個 那多兩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樣的任何一個 只要是這樣的字串 我不管怎麼排 我就是一路走走走走走 一定會走到一個位置 1的個數比0還要多1 那一旦走到那個位置 我就知道說 這一定是錯的 所以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錯的 sequence呢 一定是從2n裡面 取出n加1個1出來 有這麼多個錯誤的序列 那實際上就很簡單了 總共有這麼多個 這個減掉有錯誤的序列 答案就出來了 這樣是不是簡單了很多 重點就在於說 我怎麼樣找出一個表示的方式說 它一定會產生錯誤 那一定會產生錯誤呢 就讓這序列裡面 有 n加1個1 有n-1個0 那1永遠少一個啊 所以你不管你怎麼排 你就是走走走走走走到一方就卡住了 走走走走到一方就卡住了 那這樣的 sequence總共有多少個 那就2n取n加1個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答案在這裡 就是我講的 用看了就可以看出來 我考試其實是要這樣考的 但是有同學就寫前面那種方法 我想把它加分也沒辦法 那實在是 我不曉得他怎麼會這樣寫 當然課本上有 但那是一個複雜方法 那這樣解是最快的辦法 當然重點還是在於說 我一旦出現illegal sequence 我可以把它轉成這個樣子 那這樣的表示方式 一定會對應到一個不合格的 sequence 那你現在只要算說這樣 這種不合格的 sequence 總共有幾種可能 那就是2n取n加1個 因為裡面只要有n加1個1 你不管走到哪個地方 就一定會卡到出現一個地方 它的1的個數比0還要多1 這樣是不是簡單很多 好我們來調查一下 覺得第一種方法比較簡單的請舉手 好覺得第二種方法比較簡單請舉手 但是不容易想得到 所以有同學可能也覺得第一種方法比較簡單 有些人喜歡正規君 你給我一個問題 我就按照你加我的這樣 就這樣做就做出來 有人喜歡這種綠林好漢 這種別出心裁的做法 那這樣的證明呢 當然就是快很多 但是你要能夠想得到啊 那能夠想到這樣的證明 其實也不太容易 如果你去看,我們這邊有Wikipedia Wikipedia在這裡有六種證明 可以去看一下,看它怎麼證明 當然也包含我們的generating function 但你去發覺這麼一個簡單的題目,為什麼這麼多種方法 但每種方法得出來的結果都是一模一樣 這就是數學神奇的地方,也是數學迷人的地方 因為事實在哪裡,從上面、從下面、從左邊、右邊、從前面、後面 都可以證明它,得到的結果是一模一樣 是很有趣的地方 我這邊有些圖是從這裡考出來的 網路上,在YouTube上面也有各式各樣的連結可以去看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care number 那因為它跟stack有關 所以我們講到stack,順便把這個地方帶一下 那這邊有人也寫了一本書 我想MIT的教授說有100種問題 100種以上問題都跟care number有關 那網路上有很多各式各樣相關研究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再深入研究 所以我們有很多也獸